直升機 又是直升機? 直升機 你第幾次啊? 四天的Beta我一起玩了16小時 開頭進去都覺得很滿意 但玩到後面越來越覺得不對勁 網上的評價也很兩極 這條影片最主要的目的是 講一下它有什麼地方改得好 還有什麼是發售日前需要改進 再給大家一個意見 大家究竟賣不賣好 首先要講一下今集改一最多的地方 它取消了一直以來原用的兵種系統 取而代之做了一個新的專家系統 類似的東西就像Wingbo 6中的專家一樣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相對應的一個技能 在這次Beta中 我們可以試到四個兵種 又可以用爪勾的McKay 可以放炮塔的Boris 可以叫一隻Drone出來的Casper 以及可以補人血 或者補自己血的Falc 但這個專家系統 有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影響遊玩性的 這四個專家的外觀 在Beta中是不能換衣服 不能改顏色 所以在玩的時候 經常遇到自己殺自己 又或者不知道是敵人還是隊友 他在友軍的頭頂會加了一顆很小的綠色點 如果有個角色黏在你那裡 你根本看不到他頭上的那顆點 究竟他是友軍還是敵軍 就像這條片一樣 究竟這個是敵人還是自己人 我給5秒時間你想想 以前一直都可以靠軍服 又或者在顏色上面可以辨識到 是敵人還是自己人 但在今集裡面 個個都刪到一模一樣 我怎樣分呢 這點也是網上大家 吊得罪行的一件事 其實很簡單 他只要在美軍或者俄軍 隨便一邊把衣服做黑色 或者做其他顏色 只要有少許改變 其實這一部分會好很多 但他沒有做到 他全部人穿的衣服是完全一模一樣 DICE就說到推出正式版的時候 會有Skin之類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自己改個角色 但你也解決不了 每個人都撞了樣子這個問題 就像這條片裡面 三個一樣樣的人在出出入入 其實整件事很影響我的體驗 又或者這條這樣 經常出現自己殺自己的情況 在四個專家裡面 其實我用的最多就是那個阿婆 因為他可以用針 自己救自己 又或者幫隊友回血 暫時覺得這個是最實用 其他三個 例如爪勾 如果你在一些空地 沒有建築物的時候 那個爪勾基本上就廢了 這個Boris的炮塔 其實我都很少用 除非特殊情況 要守點用 例如守住樓梯口之類 弓點基本上都不會用 因為你放下了 你個人走 炮塔就不動 今集新增了那隻機械狗 其實跟炮塔都很像 他還會走 我用那隻機械狗 用多於炮塔 接著就到那個Drone 唯一我用過那個Drone 就是放一些C4在上面 然後拿著Drone 直接自殺式 撞到一些 坦克車 直升機之類 有時放在Sniper 背部 然後再按按鈕 一次過撿三四件 是挺好玩的 但是同樣地 因為你個人蹲了在那裡 控制Drone 很容易被人襲擊 如果有人射你 會馬上彈你到人 那你那個Drone 就原地留在本胸 這個也是純粹課分去玩 如果實際用途上 其實Drone 我不覺得有什麼用途 而今集改的最多 就是兵種 它不會限死你武器類別 又或者是配件 例如以前如果你想玩 追擊槍的話 你就只可以選Sniper 在今集就不再限制這件事 所以我玩那麼久 很少見人會拿醫療包 彈藥包之類 丟在地上 因為每個人都會選 對自己最實用的配件 例如火箭炮 你可以炸人也可以 炸到車上也可以 那為什麼我要選彈藥包 最好笑的是 它Beta 不知道是Bug 還是它真的Lock了 是用不到Check Room 和Call Support那些按鈕 以前你按個Q按鈕 它可以Call人丟彈藥 幫你回血之類 在這個Beta裡面 是沒有了這個功能的 其實我懷疑是它Bug了 沒有了這個功能 希望正式版 它會加回 沒有人丟彈藥包 這方面 都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沒有人丟彈藥包 那怎樣補彈 它在地圖裡面 又不會有補給站 彈藥庫之類的東西 補血那裡更加是 如果沒有人丟醫療包 你自己又不是Matic 那你等死都可以 昨天在Battlefield官方Facebook裡面 看到很多鬼佬都說 不如取消了專家系統 換回舊時的兵種系統 其實我又覺得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其實有很多玩家 入場的時候中了Bug 可以看到它未出的角色 在右上角可以看到 其實它都是跟回原本的兵種系統 去劃分那個角色 例如你限制了Matic 要拿這條包 只有突擊的才可以拿火箭炮 它放炮塔 擺明就是支援 你給它一個彈藥包 就完成了 武器方面我覺得 就不需要限制 但配件那裡一定要整理一下 講完專家 講一下它今集新增了的動作 它在跑方面 如果按多一下Shift鍵 可以進入一個更快的速度 官方就好像沒有名給它 我就叫它狗跑模式 如果跑的時候 按蹲下就可以撞了 這些很明顯一看 就知道在Call of Duty那邊抄回來 但在這次的戰鬥中 又是否正確實用呢 在地圖這麼大的情況下 打進去我覺得都可以 但對於一些老玩家來說 應該就不太滿意了 網上的評價 我都看到有人說 不如撞掉它吧 我覺得太瘋了 我又不用撞 地圖這麼大 如果都是以以前的速度跑 跑到下小尾到下一個點 有一個很好笑的就是 因為Matic 它是有爪勾 它可以爬上去一些很高的地方 為了突顯它的優勢 其他所有角色 基本上好像不懂得 用手爬上去 有些高過它自己半身 都爬不到上去 以前Battlefield 1 高過你的頭也爬不到上去 今集要你繞一大圈 找一條樓梯爬上去 難道我真的為了幾秒 要放棄用我現在的專家 轉做用爪勾嗎? 救人方面 以前連續兩集是拍針 或者是扶一下人 今集是拿個心臟起駁器 幫隊友 這樣就起身了 但問題是 不知為何起身 動畫是過分地長的 有時鏡頭穿牆 不知放棄去哪裡 然後你起身的時候 可能已經被人射死了 又死多一次 對比Battlefield 1那支神針 一擊下去馬上起身 今集Matic救人都要3-4秒 其他專家救人好像要6-7秒 看看以前的宣傳片 Matic那支針 遠距離射下去 都可以起身 如果到正式版 可以改變這個功能 我覺得會不錯 但好像太屈肌 你就改變針 可能限制距離 要多遠才能射撞 如果你限制距離 都很公平 其他人救人的速度 可以變回Matic 3-4秒 其實3-4秒都很久 另外還新增了B 可以拿一部iPad 在Beta裡面 可以召喚機械狗 或者坦克車載具 之類的 不知道正式版裡面 會不會可以召喚更多的東西 這個系統 我看到很多人 會在天台 召喚坦克車 用來打直升機 它是計人頭數 你殺了多少個 就可以召喚什麼 但是我就 整天忘記用就死了 官方就說想做到 在地圖裡面 同時有幾個戰場存在 但是實際上玩家的分佈是不平均的 除了D1、D2是特別多人之外 其他地方都沒有人 其他地方就像玩大屠殺 走來走去 走到看到有敵人就肥去 整件事很不斷 最令我擔心的就是 很多玩家都覺得這個地圖過大 但是根據官方的消息 這個地圖是在全遊戲裡面 第三小章 很難想像其他更大章的地圖 會發生什麼情況 希望其他更大的地圖 會是那種 逐一部分公點的形式去玩 而不是放幾個點 有你們走來走去 自己搶飽它 那種形式 如果不是又會像Beta 全部玩家聚在其中一個點 只是搶那兩個點 其他點都沒有人管 今次Beta可以玩到的地圖就是Orbit 右上方有一支火箭 那支火箭就是隨機會發射 在發射之前會響到5分鐘的警報 如果在5分鐘內 敵軍過來狂炸那支火箭 就會原地解體 如果沒有炸到沒有人攻擊 就順利升空 我見有人用密基的Grabling Hook 勾著那支火箭 連人帶火箭飛上去 我本身想試 但是被他消失了 但是火箭是完全隨機的 每一場有機會射 有機會不射 他也不是靠玩家按鈕就發射 有時看到他發射 有時看不到 我好像也看到他發射4-5次左右 他是一個地形 沒有什麼作用 純粹是很有趣 這次的武器配件 任何時間都可以更換 例如鏡 槍嘴 彈藥之類都可以更換 這個新系統我是非常喜歡 用我幾次也覺得十分好用 例如有些時候你想遠距離打人 拔出3倍鏡 這樣就可以用 又或者你明知上面有人 要衝上去近戰 那你就拔出近鏡 這一點是十分方便 在Beta裡面 這個系統是很多Bug 例如有個鏡 可以在3倍和1.5倍裡面 隨意切換 但實際上你死了一次 鏡不知為何就不可以切換 以及3倍的位置會變成1.5倍 怎樣解決呢 你就是把鏡換成另一個鏡 然後再換回原本可以變成3倍 或者1.5倍的鏡 每一次死了你都要重新做這個動作 是真的很麻煩 希望這個是一個Beta獨有的Bug 如果正式版都有的話 除此之外 有些槍 不知為何那些配件 死了一次又要重新再裝上去 特別是那支AK24 每一次死了全部配件都要重新再裝上去 那你重新的時候就原地動在這裡按T 然後裝上去 又或者如果你重新 哎呀 剛好旁邊有個朋友在這裡 你要射他 那你就要用一支完全沒有裝配件的槍 然後另外 追擊槍的配件就十分搞笑 他這次的地圖這麼大 但是追擊槍最大倍數的鏡 都只有6倍 那6倍鏡是不能再切換 即是6倍就6倍 另一個鏡是4倍 通常都會用6倍鏡 但是地圖這麼大 6倍鏡是否真的夠用呢 我覺得不夠 那希望這個又是Beta那裏 專門給你的配件 所以沒有得切換 如果最理想這個系統 應該是可以讓玩家自行選擇 你要帶什麼配件 例如我可以幫充風槍自訂三個鏡進去 就可以做到自訂一把適合自己用的槍 接著今集新增了一個動態的天氣系統 在隨機的情況下會下雨 出現龍捲風之類 玩樂覺得這件事頗有趣 特別是龍捲風 有玩家計算過 只有10%機會率會出現龍捲風 而打到正的龍捲風更加稀有 我玩了16小時 都只不過是遇到兩次 只有一次是打到正 另一次就是打在旁邊 很快就離開了 龍捲風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全部人都衝進去龍捲風 讓他捲上去 這個行為又是課分 是沒有意義的 龍捲風其實官方目的應該是 阻礙你的戰場 但實際上這玩家就衝進去玩 可能之後正式版推出的時候 大家就會玩厭龍捲風 可能會覺得他麻煩 有這些新的系統加上去是挺有趣的 所以我玩完這4日的β 得出來的結論就是 我明白了為什麼他要延遲了 但其實我對於他某些位置也很滿意 所以這次β的體驗可以說是有愛有恨 都不知道是罵他好還是喜歡他好 某些方面的改動是做得非常好 但有些位置改動 我覺得自己玩吃雞多過玩Battle Feel 例如爪勾 靈感很明顯是在Apex那邊偷回來的 以前這麼久以來都是在用兵種 大家都是在控制一個士兵進去的戰場 但今集大家好像在控制一個異能人 每人都有一個特別的技能 對於一些Battle Feel的老玩家 應該這個專家系統是很不喜歡的 但有一個好消息就是 今次的Game Mode 有一個叫Battle Feel Portal 是可以讓大家自定義遊戲內容 我相信到時候很多玩家 會把原本的兵種系統出來 應該到時候大家都衝在那邊玩 在今次Beta裡面也體驗到它裡面有很多未完善的東西 例如背鏡是有筆 專家的樣子一模一樣 這些都是令到我對於發售日 是不是真的可以如期呢 非常之膽心 然後有些人拿回官方之前說 這個Beta是舊版本來的 但想心一層有沒有可能呢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有很多人是期待這遊戲很久 包括我在內 但你到了Beta給別人 很多人是玩完屌子的 你這樣做就是趕客 你不是應該撿得最漂亮 拿出最好的東西出來給別人嗎 不是要你把所有地圖拿出所有東西出來給別人 但如果作為一個開啟Beta 有些未來有機會買你的遊戲的新玩家 玩到這個Beta 那死定了 那你趕客 我也有幾個朋友 玩完Beta在外面選擇退伴 距離正式發售還有一個月 但Ison真的可以在一個月裡 弄得好整個遊戲 再放出來呢 看來這件事不多樂觀了 我覺得它很大機會又延遲了 就算它又延遲還是什麼都好 我不太建議去預購這遊戲 可以等遊戲出來了 再考慮一下要不要 因為如果你買黃金版的話 可以在發售日早一個星期玩到 如果大家打算買最便宜的版本 大家是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可以看評測之類 再考慮一下要不要買 因為小弟我就買了黃金版的 那...我...很害怕 到時應該都會做多一條片 講一下換後感 又或者是評測之類的 那這條片是這麼多了 好,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